曹操,三国时期的第一人,他携天子义令诸侯,若是赤壁一战不输,统一三国的就是他了。 然而,这样一个东汉末年的巅峰人物,却将七个貌美如花的女儿都嫁给了一个人,让人不可思议。 那么,同时娶曹操七个女儿的人是谁呢? 他凭什么有这样的福气? 今天,咱们就来聊一聊其中的故事。 东汉末年,时常是直乱,带兵进京的董卓靠着强大的军事力量,直接解决了这个问题。 为了更好地控制朝政,他废了汉少帝,重新立了流邪为新帝,视为汉县帝,而这时的汉县帝流邪才仅仅只有九岁。 就这样,弱小的流邪便开始了他的傀儡皇帝生涯。 他没有执政能力,也没有实力,只能听任董卓的摆布。 多年后,曹操等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。 董卓大军不敌,最后撤回到了长安一带。 而后,王司徒利用董卓与吕布的不合,将董卓给斩杀了。 本以为东汉的朝廷会在此时出现转机。 但李觉,郭四等人为了给董卓报仇,又掀起了一场动乱。 汉县帝等人只得跑回了洛阳。 在此危机关头,曹操抢先率军进驻了洛阳,取得了邪天子义令诸侯的地位。 在曹操的逼迫之下,流邪赐他结怨,标志着曹操奉天子义令不臣时代开始了。 随后,曹操还挟持流邪迁都到了许昌。 流邪可以说是先出虎穴后入狼窝。 在曹操的手下,他依然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。 曹操有统一天下之心,也有那样的能力,但却不敢取汉县帝而代之。 俗话说得好,星星之火可以燎原。 东汉虽然名存实亡,但毕竟还有一个名头。 而这股名头给了无数人希望。 流邪、董成、福皇后就是此类人。 既然五年流邪已经长大,他不满曹操独揽大权,更不甘心当傀儡。 于是便在暗地里进行各种策划。 他让董贵人的父亲董成设法诛杀曹操。 董成先后与很多人密谋、策划。 但在最后关头却是请败露。 很多参与的人都被曹操诛杀。 后来,福皇后写信给自己的的父亲福丸。 希望他能够数曹操残暴不仁之事。 效仿董成、铲除全臣。 不过,福丸始终未敢行动。 事情败露后,曹操要挟县帝废除福皇后,并将福皇后逼死了。 看这无法改变的局面。 流邪无奈地说,天下有这道理吗? 看到这里很多人不理解,曹操直接将汉县帝杀了。 取而代之,不是更好控制天下大师吗? 事情并没有你想的那样简单。 在说起这件事情前,我们先来看看曹操的出身。 他原来姓夏侯。 不过,父亲却认了一位姓曹的宦官为义父。 如此,曹操才开始姓曹,可见他的出身并不高。 少年之时,曹操还因为此事被多人戏谑,名声并不好。 可以说,曹操之所以有后来的成就,基本上都是靠着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。 古时候,世家大族很看重背景。 曹操身世不好,自然不被重视。 董承等人被杀的时候是建安五年。 那时曹操的实力还不是天下无敌。 元少的家族就是他最大的威胁。 刘邪不死,曹操手里还有牵制他们的手段。 若是曹操杀了刘邪,天下就可群起而攻之。 他就是下一个董卓。 福皇后被逼死的时候,曹操虽然击败了元少、吴桓等人,但却在赤壁一战输得很惨。 更何况,汉朝虽然实亡,但名义上却存在。 他依然是天下正统曹操的出身背景,以及天下大事使得他不敢造次。 因为名不正言不顺,曹操只能另想他法来控制汉县帝, 并且将自己的威胁控制到最小。 福皇后被杀后,曹操便先后将自己的七个女儿嫁给了他。 其中有一些人的年龄比较小,曹操却不介意, 还说以后女儿长大了再嫁给他,等于提前定下了亲事。 与此同时,他还逼迫汉县帝立自己的二女儿曹操为皇后, 等于是完全控制了汉县帝的生活。 截止到此时,汉县帝已经完全成为了曹操的傀儡, 丝毫没有反叛的机会。 有意思的是,山崇水赋夷一无路,柳暗花明又一寸, 危机重重的汉县帝,最后意外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。 如上述所言,曹操嫁女儿是为了政治需求, 控制汉县帝,进而控制整个大汉天下。 不过,人毕竟是血肉之趣,有着儿女之情, 长时间与汉县帝刘协生活在一起, 而且刘协也算是一个青年才俊, 怎能不让人喜欢呢? 果不其然,在曹操的诸多女儿中, 有一个名叫曹操的女子就喜欢上了汉县帝, 对她付出了真感情。 曹操还在世的时候,曾有那么一段时间, 曹操曾与汉县帝一起对付自己的父亲, 最后虽然失败了, 但看在曹操的面子上, 刘协也没有受到惩罚。 曹操的第二次反击, 则发生在曹操死后,曹批继位, 后者的野心比父亲更大, 他想取大汉而代之。 曹操篡汉后, 曾多次向汉县帝索要传国玉玺, 但这个东西被曹操藏着, 面对自己兄长的威逼, 曹操宁死不屈, 多次与曹操进行对峙, 这才保住了传国玉玺没丢。 古人曾言,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, 但古人也曾说打断骨头连着筋。 曹操虽然被嫁给了流血, 但他毕竟是曹丕的亲人, 曹丕继位后也没有过于的为难曹捷以及汉县帝, 根据史书的记载, 传位后不久刘邪就被杀, 所以刘备才能以汉室宗亲的身份及皇帝位, 并追视刘邪为孝敏皇帝。 可是, 一些民间的野史却流传着另外一个说法, 汉县帝退位后, 曹丕将他下放到了一个名叫山阳的地方, 封位了山阳宫, 算是给他找了一个安身之所, 远离朝堂的刘洁, 也算是与曹捷过上了幸福的生活, 直至公元234年才去世, 这算是最好的结局了吧, 对此, 你有什么看法呢?